自秦汉以来 中国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统一的 作为一个完整的超级大帝国 凝聚力无可比拟 这其中经历过多个朝代 兴衰有时 但当一个衰落的朝代覆灭后 每一个割据一方的势力 给自己设立的终极愿景 还是统一全国 从来没有人认为安享巴蜀 雄居观中 化僵而至是可以被接受的勾携 大道枭雄霸主 老祭福利支在千里 小道世人百姓 家祭勿忘告乃翁 大一统这件事是刻在民族基因里的 而西方的思想体系 用民族国家的概念看待中国时 根本无法理解这样的存在 对于中国为什么能千年存在 并延续更是异常的困惑 为了解释这一切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 不断强调这样一个解释 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欧洲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 有超过40%的面积都属于俄罗斯 剩下的586万平方公里 分为44个国家和地区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这句话反映了人民对于国家的期许 和自己处境的期盼 而中国人民心里所期盼的太平 是指汉唐那样的大一统盛世 乱世则是指春秋战国 五代世国那样的大分裂时代 分裂似乎是一个乱世 所必备的基础条件 而如今和中国有着相差不多面积的欧洲 国家却如此众多 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角度下 简直比春秋还春秋 每个民族都要单独建国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水火不容 虽然一大半欧洲人都认可 自己是罗马帝国的后裔 但是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认为 罗马会重新被建立 如果有那就是疯了吧 欧洲国家是以血缘关系和宗教关系 作为纽带维系国家的凝聚力 在近代西方世界民主革命之后 出现了民族国家的概念 通过语言文字文化造就得人群相对独立 这有些类似我国春秋时期 秦国楚国齐国之间的语言文化上的认同和差异 而把中国看作一个文明 它的存在延续以及繁荣 就可以得到很合理的逻辑自强 国家可以被击败更替 一个文明只要有人推崇传承 就可以一直存在下去 唐太宗李世民是拥有北周显卑血统的湖族 但得了天下之后 信奉道教的他认为自己是里尔的后代 为中华正统证明 巩固自己的合法性 历史上成王败寇之外 谁赢了谁就是中国 谁当了皇帝谁就是中国人 秦始皇和明太祖的区别 在西方人的眼里 就和开创日不落帝国的伊丽莎白一世 和如今温沙王朝伊丽莎白二世 没有差别 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两个国家 而这也正是中国的规矩 每一个新朝代 都会在法理上认可前一个王朝 既而认为自己才是中国最合法的正统 而不是另外一个国家 这种历史传统根深蒂固的原因 还要从那枚传国玉玺说起 始皇嬴政实现大一统之后 除了车同伟 书同文 还有一件事就是用和氏币做了方 传国玉玺 并说得玉玺者得天下 不过后来这件国宝 因为不明的原因丢失 所以如果你在你家后院 一不留神挖道 还愣着干嘛 称地啊 在中国每一个无比强盛的朝代之前 都会有一个短命朝代的过渡 比如秦汉 比如隋唐 秦统一之后仅十余年就覆灭 却在中国历史上成为最高光的印记 凭的是什么 就是开创了大一统的先河 秦朝树立了一个榜样 后面几千年历代雄主 都把这个制度传承了下去 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说 中国的存在是令人费解的 面对和自己不一样的国家 他们曾说那个东方国家 一定是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然而这个在他们口中 被伪装出来的文明国家 用行动让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还连续几十年 在老少边雄地区高速建设 消除了史无前例的贫困人口规模 这么一对比 用西方的话来说 欧洲就是一群 伪装成国家的镇政府 非常感谢你收看这期的原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 收藏 评论和转发 如果你可以点点关注 那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咱们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